大家好 歡迎來到弱電不斷電 今天我們要來跟各位分享的是 監控攝影機的初步認識 也就是它的基本挑選重點 很多人不管在住家還是公司行號 都會安裝監控設備來保護自己的安全 但是我們都會碰到一個問題 也就是監控設備種類這麼的多 那我們到底應該怎麼挑選 才能選到適合的款式 就讓我們一起來分享吧 大家最常看到的攝影機外型 不外乎就是管型攝影機 球型攝影機 標準型攝影機 管型攝影機適合安裝在室外環境 能夠達到嚇阻的效果 球型攝影機除了安裝在室內環境比較美觀之外 還有防拆卸以及防敲擊的功能喔 標準型攝影機可以依照需求 搭配各式不同角度的鏡頭 我們常常在銀行看到的 就是標準型攝影機 以前常常聽到朋友說 監視器畫面拍起來不清楚 也常常在電視新聞上面看到小偷的畫面 但是臉不太清楚 最主要的原因是攝影機的解析度關係 攝影機解析度從以前的960H 也就是最低的 大概30-50萬畫素 一直往上升升到720P 甚至現在主流的1080P 也有更高的500萬畫素 或者到4K 也就是800萬畫素 如果您只是一般住家門口要拍攝 建議使用1080P就夠了 如果我們是要拍某些物品的特寫 例如說櫃台找錢的畫面 當然我們就可以考慮往上選擇 畫質更高的一些的攝影機部分 我們一般住家環境或者是店面 我們會有一些攝影機安裝在室內環境 我們就不需要選擇防水型的攝影機 但是如果說你的攝影機是安裝在室外環境 會淋到雨 或者是比較潮濕的環境 就建議我們選擇 防水型的攝影機 許多人在晚上的時候使用我們的手機 或者是一般的相機在拍照 都會覺得效果不好 甚至需要搭配閃光燈 而我們的監控攝影機的夜間超強的武器就是 紅外線 紅外線屬於不可見光 但是它卻能夠讓攝影機清晰的拍攝夜間的效果 讓我們再也不用擔心半夜有人闖空門 甚至還可以讓我們去選擇星光級的攝影機 只要現場有微光 我們還可以看得到顏色喔 一般攝影機的拍攝的左右角度大約是80到90度 如果我們要特寫某一個重要的出入口 或者是櫃台的結帳狀況 我們可以選擇角度較小的鏡頭 如果是希望一隻攝影機就可以將整個環境全部都入鏡 那我們就可以搭配超廣角的鏡頭 我們之後會分享攝影機各式鏡頭的拍攝效果 讓大家更了解 那我們針對今天分享的影片來做一個重點真理 1.針對需求選擇適合的攝影機外型 例如球形攝影機、管型攝影機 或者是標準型攝影機 2.依照我們要拍攝的距離以及物體大小 選擇適合的解析度 3.攝影機安裝在室外環境 建議選擇有防水功能的攝影機 4.晚上現場如果沒有燈光 建議選擇有紅外線功能的攝影機 如果是有微光的 我們可以選擇星光級攝影機 5.可以選擇廣角拍攝整個環境 或者是較小的角度的鏡頭 特寫我們要拍攝的位置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對我們頻道的影片內容有興趣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幫我們按個讚 同時也請您訂閱分享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記要幫我們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並開啟小鈴鐺 jestem